中共海事局5月11日發布軍事演習通告 於5月14日開始,在河北唐山港進行為期兩個半月的實彈演習 期間無關船舶禁止駛入安全管制區域 而台灣總統蔡英文即將在520舉行新任期就職演說 中國剛好展開本次長達兩個半月的軍演 總部在香港的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表示 5月14日至7月31日唐山廣經港區實彈演習 其實是中共軍事上最大規模的準備堂戰及保衛北京的防空演習 演習除了中部戰區第81軍、82軍防空女外 福建東部戰區第73軍防空女都已到達唐山 其中中共陸軍第81集團軍、隸屬中部戰區陸軍、 軍部駐地河北省張家考試 參加的部隊有東部戰區及中部戰區的3個防空女 其中負責中南海防空的81集團軍防空女女長黃匯倫 前幾年是常被媒體報導的重要人物 無論是中南海的安危或是兩會代表的安危 81集團軍防空女女長都有極大作用 但黃匯倫的名字已從媒體消息近一年 外界消息說 黃匯倫在2019年7月22日已神秘死亡 並作為軍方絕對保密事項 因為作為軍中著名人物 黃掌握著習近平等中南海領導人的命運 報導說 有敏感的外交武官及記者曾經問過中國相關人士 相關人士都未肯定也未否定黃匯倫已經突然死亡 海外媒體看中國獲得一份中共死亡軍人名單顯示 黃匯倫中部戰區陸軍第81集團軍X防空女女長 藍1973年2月21日出生 中共黨員大教軍閒 2019年7月22日不幸犧牲 但沒有講名死因 中共官方已經為止沒有任何有關黃匯倫死亡的消息 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說 2014年3月8日發生著名的馬來西亞航空370號班機事件 飛機從吉隆坡起飛 目的地是北京 這個事件令239人離世 而極可能的原因就是機組人員想離世 所以如果類似370號班機的機組人員在飛到北京後再突然撞向中南海 負責中南海防空的81集團軍防空女女長這樣的人物 就是習近平等住在中南海數千人性命的最關鍵人物 到底這位負責中南海防空的關鍵人物不幸犧牲 是因為何事而死呢? 是否涉及中南海危急事件? 目前這個謎底還有待揭開 美意會也有無所謎的 特別是第二次登記 就讓拉高爾佳 在那裡 ?